那我们 后半段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制图 其实说真的 新制图才是今天的重点 为什么 老师我刚前两个小时已经白上了 因为你都在玩圈圈叉叉,所以没叉 没有 事实上,我们focus在老实讲 是最终的呈现 但是你在规划阶段 我不会用这个做 我不会说PowerPoint打开,Focus在打开,然后就坐在前面,然后开始 去思考,因为这样子 不会比较好用 我 用FocusGuy,是因为我希望各位看的 时候,可以比较怎么样 吸引你的目光而已 我真正在做,其实我还是要回归到新制图 因为新制图才是我规划的重点 我们所有的企划 所有的,不管像我在自己 可能是课程内容规划,可能是接案的 我都会用新制图去做 那么 早期 我比较常用S-Mind 我可以问一下各位,你用过的新制图 你有用过哪几种软体吗 同学有没有用过新制图的软体 没有喔,你们怎么都那么单纯 因为手工的比较贵 手工当然很好 但是手工的缺点,就是你用纸笔的缺点就是 你要重复使用比较难 那我们用这种 就是线上的 或者是软体的工具,你要重复使用 变得相对比较简单 那我现在比较常用的,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叫Gitmine 那当然像S-Mind,他现在也有线上的版本 也是可以啦 只是功能比较少 如果你要完全 就是像这个都是免费就可以用的 那这个是完全都免费,没有付费的那种方案的 叫做Mind42 可是他的功能就比较弱一点 所以 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打开我这个档案之后,你在右上角这里 点开 就可以进到这边 但是他有繁体中文 有没有 有繁体中文 所以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糟糕的,又来注册账号了,有没有 我跟你讲,各位比较幸运 疫情期间 每一个上课老师,至少注册超过二三十个账号 所以你还好 真的有没有,老师我们有没有 找很多现账的工具,对不对 所以你找到 gitmind.com 或者你从我的新制图那边连过去都可以 那么大家登录进来之后,他会告诉你,有这个App的版本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下载,那我们就先关掉就好 他本身 除了 直接新增新制图以外,其实也可以用资料夹去整理 好,那因为我这个账号我就 比较 没有在用,我平常用的是另外一个账号 所以这边的,你看到会比较少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在这里 点开 好 好,这里我就先关掉了 有没有 这样就进来了 那我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怎么缩小 跟各位平常看网页那个一样 Ctrl加上什么 滑鼠的滚轮 对,你就可以这样把它缩小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 我就像这样是把它整理起来了 把我们刚刚要上的内容把它整理起来 好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上面 可以插入图案 没有问题 还可以怎么样 插入超连结 再来 你如果有顺序性的 是不是可以加这个 对不对 有那个顺序的 那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我可以按着他 往上 就可以调整 调整我们的顺序 就很简单 那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拍板比较好 就跟他讲 一箭的 有没有感觉 一箭的 越改越差怎么办 倒退回去 所以你可以把它哭的 有没有回来了 这样有感觉到的 所以 我通常会找的 就是 比较不是那么冰冷的 当然新制图 很多是要求 就是工具要灵活 但是我们希望工具灵活之余 不要太难看 因为没办法 这个对这个有点要求 所以 像我找的这个 S-Mind 我们刚刚这里有提到 有一个S-Mind 然后 像我们这个Gin-Mind 他都是在整个视觉上 效果会比较好的 那你今天如果你想要自己来做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看 按下去 好 他就给你一个新的 各位 中心思想又来了 大家的作文题目 有没有 你是不是就可以来发想了 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做 在做之前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主题 有没有感觉到 这里有很多 主题的那种 样式可以选 主题的风格 另外 如果你真的一点idea都没有 我跟你讲 借用别人的范本 又是范本 有没有 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感觉到有好多范本可以用 不只这样子 你看一下左手边的分类 诶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好像又看到另外一个focus guide 你不觉得现在的使用方式都很雷同吗 这里 我们刚刚是不是也有目录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范本的内容 诶都一样啊 只是你这次是比较专心在 思考那个内容而已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找找看 哪一个你觉得比较OK的 做专案管理也可以 商务职场的 网站工具 是不是都有 那你要用这个按下去 他就以你这个当范本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改别人的东西了 有简单吧 但是我必须讲 思考是个人的事 所以我平常 老实说我不会去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 他的 逻辑架构 跟我的 不见得会一样 我们如果是那种范本风格 我觉得OK啦 但是这种思考的方法 我可以参考他的 但是我不会拿他直接来改 来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你 你可以先思考 找找看 你看左上角那里有热门范本 你可以先 看别人怎么用 所谓的新制图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参考别人 那你刚刚呢 你找到了 你觉得比较OK的 这个范本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好比如说我看这个专案管理好了 好 那他目前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新制图预设的 就是我们会怎么样 有这样顺值中的 过来 也就是你每增加一个就会过来 那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子 怎么办 来你看我们左手边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布局 对不对 其实一般来讲我会先从主题下手 因为这是整体的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这个吗 有没有 我觉得配色不满意好吧 我们把它换一下 有没有马上风格就变了 那第2个 你可以做的就是所谓的样式 也就是每个节点 我想要圆圆的 有没有 或者你要填什么颜色 这些都可以改 就在这边 看你选到哪一个 我就针对那边的去修改 这样也OK 那你看布局 你看预设是不是这种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是 像我蛮常用这种或这种 或者是你要组织图 类似这种的 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 Word里面或PowerPo里面有一个 组织图 被 你们有没有感觉 被蹂躏很久了 会好用吗 超难用吧 而且还真的只能做组织图 就很可怜 你知道吗 那个真的一点都不好用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你看 按下去 新制图 最重要的就是要够灵活 就像这样 有没有感觉整个版面就重新配置过了 那我下面这个我不想要这样 因为这样太占空间 我就来点到下面的 我跟你讲下面 不行 因为这个 云端 它就一改是整个网站一起改 整个新制图一起改 那如果是S-Mine的话 它可以每个节点 都可以设不一样的 所以有没有发现我可以像这样 是一秒钟就马上把它改过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参考 那像这种就是所谓的鱼骨图 鱼骨图的部分你也可以像这样 我用这样的方式 有点 时间轴的 我来 做前进 好 那这是一个 那当你这样改完了之后 第二个就是说 我想要怎么样 里面 你可以插入更多 那我们新制图刚刚讲的 很重要的就是要够灵活 你今天有新的想法 那你就可以增加进来 比如说 这样按下键盘上的Enter 有没有就增加一个了 那我可以再 增加它下面的 你可以从这里 如果你懒得 记快速键 这里也可以看到 同一层 这个是下一层的 同一层的 有没有 所以我也可以从这边 你点一下 有没有增加下一层 通常我自己的做法啦 我会按键盘上的TAV 这样子就可以了 它就会增加到它的下一层 其实很多我们新制图的那个快速键 都是一样的 你按Enter就会 产生同一层的 那 你看喔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觉得 这个团队的管理跟成本控制很重要 所以 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这里有所谓的 关键线 有没有 我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中间如果你需要加一些注解 我就可以加在里面 这样 这样字就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我 归纳在这边的 我可以用关键线 把它做一个 需求 那当然 如果你觉得 你看 你按滑鼠的右键 就是移动我们的那个 按滑鼠的右键 左键是选取 那我按右键 你看 这几个 我觉得有需要注意一下 那你可以搭配 键盘上的 Ctrl键 Ctrl键是加选 你看我在这边 Ctrl 有没有加选起来 我也可以搭配我们的 概括 这几个 要一起注意什么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比较灵活的 把你的内容 把它加进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加入图片呢 一样的方式 所以今天你看我在这里 如果你是网页上的 好 找一张图片好了 如果我要这一张 我可以按右键复制 不过 在这里建议大家 你如果是这样选 这是小张的 你要点一下 这才是大张的 这样了解 这个要特别留意 因为我这样选的话 只是 小张的图 假设有小张的 我就来这边 点到你要的节点 Ctrl加V 他就会帮你把图片放进去了 这里没有 好,我来这里 复制图片 点到节点 放进去 插入 插入 Ctrl加V 为什么接不进去 应该是可以贴进去的 你只要点到节点之后 是我有快速键没有用对吗 还是我没有复制好 我再复制一下 来这边 Ctrl加V 没关系 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所以 简单的 基本的 那你要调整顺序 我刚讲的 就很简单 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这样OK吗 那你要加上超连结 其实这边都有 你看这里有个插入图片 有没有 可是应该是不用这么麻烦的 因为Ctrl加V就好了 奇怪 OK 我找一下 下载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有一个Dog的 我们试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Dog 借用一下 有没有就进来了 那这个大小你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 这样OK吗 所以你可以先思考看看 其实新制图通常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学习所谓的操作 因为它操作通常不会太难 那重点是 你可以把新制图当作是一个思考工具 你今天 透过纸本的先整理起来也没有关系 也都OK 都可以拿来用 那 我们 透过线上的 包括你看我们刚刚的 你可以拉这个所谓的 关系线 可以盖刮 某些 范围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延伸下去 其实跟我们平常在写作文很像 我们写作文也是啊 你先把 股价先想好了 你的主要结构 再把肉长出来 你的内容 这样再长出来 就会比较OK 那我这边要补充一个 我们刚刚看的都是比较那个 正经八百的 我有一个主题 对不对 然后我就开始 延伸出来延伸出来 但是我跟你讲 开会的时候也好 或者有时候你也会有什么 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 那我不知道 到底要归纳到哪一个 我现在想的这个架构里面 请问该怎么办 就用一个 然后就丢到最远的那边 虽然这也是个方法 但是其实我们不管是 GEDMINE的 或是S-MINE 它都有一个功能 那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你看一下 我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好你看 有没有一个叫做悬浮节点 就是这个东西 来我问一下各位 请问 你知道皮卡丘有什么绝招 好跳动 可以吗 皮卡丘有什么绝招 10万伏特 还有没有 这只是其中一个吗 还有吗 糟糕 难道 老师已经落伍了 他除了10万伏特 还有一个速度很快的叫做什么 好像有听到了 不要怀疑啊 你讲的是对的 电光一闪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跟你讲 你没有电光一闪没关系 但是你有灵光一闪 各位 像我这个年纪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想到事情 就要赶快记下来 不然会忘记 你知道吗 所以 如果你有灵光一闪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功能 悬浮节点 有没有一个独立的 对不对 那这个独立的 并不是只有这样子 你可以继续怎么样 延伸下去 有没有感觉到 他跟一般的一样 有没有 跟一般的一样 你可以再增加 可以继续增加 等到哪一天 你的idea ok了 我觉得 这个放到这里来可以 你就可以把它贴到这里面 等一下 我把它剪下来好了 假设我要放到这边 放到这里好了 Amso javi 有没有变成人家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个新制度 它基本上工具都还蛮灵活的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 管理你的这个 档案 那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按右键的时候有一个功能 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看到历史版本 也就是说 虽然你现在用的是免费版 但是 有些时候 旧爱才是最美 因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档案改错 也就是你最后这个版本才是错的 上一个是正确的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呢 你可以从这边 回到历史 有没有感觉我回来了 如果你确定的话 我们就把它回去而已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 还蛮方便的 那 最后的话 如果你都做完了 表示这个档案OK 我想要分享出来 对不对 怎么分享 你看 你可以进去里面再分享 也可以 在我们 他的档案管理这边分享都可以 有没有后面这里有一个 这里就一个网址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怎么给各位档案了吧 所以我把网址 搭配我的短址而已 好那我把这个复制起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档案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希望跟同学一起编辑可以吗 因为他是我们这一组的 所以他也有这个功能喔 你看到这里 进来之后 你可以直接邀请那位同学 来 上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协作 点下去 所以 所以这些都是在云端的好处啦 因为 他很方便 你看一下我们左手边 有没有可以邀请成员 就可以进来了 不过目前他的协作 其实老实讲就是 使用者个别进来 不能同时 你如果同时他告诉你 目前这个 档案 谁在编辑中 你要等他 把这个档案释放出来 就是他离开了 你才可以继续编辑 这样OK吗 OK 所以来 我把画面还给你囉 你可以试看看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 一个叫做悬浮节点 悬浮节点 那个就是 我有一些 想法 一些idea 我先暂时把它怎么样 放在旁边 然后等我有需要之后 我再把它丢进来就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历史版本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分享 跟协作的部分 你也可以参考 那最后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新制图啊 既然我已经有这么多文字了 请问你 如果你要把这些文字拿出来该怎么办 一个一个抠吗 你疯了 所以请来这里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大纲 你看 可不可以直接下载下载 所以千万不要干傻事 一个一个在抠喔 这样完全没有效率好吗 所以这个是 这个软体 应该说这个云端服务很棒的地方 因为 我们如果用 S-Mind 你用那一套的话 他汇出这些文字内容 是要付费的 所以我会后来 我用这个 尤其这 一年多来 我主要用这个为主 那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资料 把它下载下来 就OK了 好 所以即使我不用这样的东西 也没关系 至少我资料可以拿得出来 当然他也可以下载成其他格式 好 所以 我想 我们 新制度的部分 就暂时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